賴喬弟的大體還贏在殯儀館 那就是還要再辛苦他一陣子 說實在書壯營也是蠻厚的 那我們回去會看過以後會再進行攻防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還是跟各位講的一樣 就是跟上次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還是保持著神聖樂觀 我不太方便說明對方答辯的內容 那我只能說對方那當然是說 因為其實大家 其實各位媒體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本件的爭議在哪裡啦 那他當然會說譬如說像 本案的那個婚姻是有效成立的 那可能當然就會講到一些譬如像是證人之類的問題 如果說要有效成立 那可能證人的部分應該也是要有效的嘛 那這一些部分的話我們會再加以回應 今天他們提出了一份很厚的書狀 那針對於我們之前所說明 認為婚姻無效的東西 他們有一些回覆 當然他們的回覆 我們當然是不予溝通啦 那當然他們的答辯是他們的答辯意見 那當然我們認為他們是沒有理由的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再加以回覆他們 認為說這些譬如說證人可能是無效的啦 或是等等情況 我們會都會再加以回應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確實是有申請調查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調查了啦 那因為其實本案跟刑案也是有一些關聯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能就涉及到刑案偵查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我們會再申請調查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他們有稍微有略有提到 但是問題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跟本案可能稍微比較沒有關係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再加以回應 好加以回應 那他們提出來繼承的是什麼樣的部分 當然就是像大家所知道的就是有關於遺產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遺產的部分嘛 所以他們要經歷證據就對了 這個到目前為止不是本案的重點 我也跟各位說過 他們主要是在於確認利益的部分 他們認為有沒有確認利益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再回應就好了 那主要不是說他們一定要爭財產或什麼的 這個部分就先跟各位說明 那媽媽怎麼說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再跟母親進行確認啦 對啊那因為其實這個可能也涉及到 他母親他可能未必會想要讓可能 因為這個畢竟說實在也是賴家的私事啦 那所以說這個私事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跟他進行確認 他的房產的部分還是一樣沒有歸還是嗎 對還沒有 我們有在談啦 但是還沒有目前還沒有 那另外遺體的部分媽媽還是封存這個遺體的部分 是是是 現在因為我們在殺人案件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是已經發回續查嘛 那我們覺得說 因為我們不斷的有出狀 然後來跟請求獎官看是不是又有重新 相驗屍體的機會 所以說我們的遺體都 就是爛小弟的大體制都是還 陰在這個殯儀館 那就是還要在辛苦大陣子 那就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再重新做一個饗宴這樣 對